Emily 你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 稍微沉醉 飘散在彼此的世界 没有防备的眼神教会 更渴望贴近一些 就像这的那天 打了刀点点这味觉 就是你就是你 Oh boy you and me We are perfect strangers but familiar 不需要平常就能体会 Oh boy you and me We are perfect strangers but familiar 别打扰这么想的美 You and me We are perfect strangers but familiar We are perfect strangers We are perfect strangers You and me We are perfect strangers You and me Let me be perfect 好久了 我的人生中好久好久都没有好事发生了 好久都没有好事发生了 雪月 我的好事到底在哪里 Oh my Oh my 你快点出来 快来不及了 快点 你要去哪里啊 醒班啊 心里白天耶 Oh yo 你刚才不早跟我讲啊 是你自己要喝得这么ㄎㄧ 对齁 昨天是高中同学会 麻烦不想顾着你老公的肚子好不好 整座的花生都被他吃人家 我们不是人是不是啊 你 起来 賣保险的对吧 平车的啊 五穀堂 炫酷是吧 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呢 是来还不是兜庄要那边 幸好有豆哥把你扛回来 真的想不通欸 他到底上辈子对你做了什么 这辈子要这样还给你 但是我不顺 好笑 你知道我今天要帮赖文华 主持新书发表会吧 我知道啊 昨天晚上 小艾还在帮赖子写开传告 现在网路上都在疯传 你搞砸我新书发表会的影片 你今天的影片 真的太好笑了 我看三次笑五次 難怪人家说 不怕狼一般的对手 只怕猪一般的对手 可以为大家带来欢乐 我就当确是做功德销业帐好了 语中豪杰来的 你是不是在哪个酒店上班 不好笑 小艾明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 蚊子眼睛有眼神去掉 小艾最近过的捆绑是习惯 快点 妹妹右手不及的指甲又掉了 小五一点没睡饱 喝喝咖啡 十分钟后开会 她还是里面的总管 大小事情都需要她 你们知道我们事务所打的是 什么光丝吗 垃圾 一面就跟秘书有一腿 还好意思看老婆不顺眼 小五 这个案子的分析明天给我 明天 不然等过完年了 明天 小艾 急着跟拍鸽子 还要跟拍 我都看到我们在外面去了 好 离婚光丝 你好了没 她们那时候回来就聚聚了 不早 你们现在看起来好像不需要 离婚关系 但是天眼不切封的 你又是你闲了一只蛋 拜 很可以 搞不好以后你跟老公歪欲 还是你需要散养费 打紧我的嘴 我一定给你们 打折打到死 我看到跟梦境里面 一模一样的场景 一个酒瓶 而且里面有一封信 你在上面写什么 如果不照着瓶装 这五件事一座 做不到你就死定了 一眼被旁在你 这瓶子根本就冲着我来的 智隆这个酒瓶出现以后 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我那天去超市的时候 我想买什么菜 就没有什么菜 时光 你去哪里了 我从包包里面 拿出钥匙的时候 这么巧 就掉出一个五玄的硬币 可是这样滚啊滚啊 滚啊滚 等一下 就滚到水溝里面 没了 还有 上次你能记得我房间里面 放着一杯水 当我要去喝的时候 小小爱 你刚刚 你刚刚有看我喝雪吗 雪也没了 是不是很奇怪吗 但是我偏偏常常听到我房间里面 不好意思 你觉得很灵意吗 我 你看 你看 又来了 你给我小心点 不好意思 你不觉得很灵意吗 小爱 小爱 我觉得呢 那五件事 你能做的 就尽量做吧 否则很有可能 会被他们处罚 好吧 所以你把那个酒瓶丢了吧 别再用自己无稽的想法 就吓自己了 毕竟不是小女孩 应该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很多事情必须要靠自己 积极主动去争取 好 这是赖子送给我的 交往中年纪念品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叮叮叮叮 啊 球球 赖子他是什么人啊 他是假剑力道碰 泡起来嘎逼 就可写出畅销文章骗钱的人 你送你这个 你不是经常去逛书店吗 叫你偶尔翻一下流行杂志 你都不肯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 你把自己 因为上次基层会上你初凶 搞得大家都知道你是我女朋友 所以你不禁让自己丢脸 也会让别人觉得 我很不OK的 太过分了 他不是你的员工 他是你女朋友 你也知道他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帮男朋友本来就天经地义 在说你是哪位 凭什么在跟我呛这些自以为是的道理 凭我是他高中同学 凭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凭我看不惯你不懂得珍惜 还用这么恶毒话来骂他 这到底关你什么事啊 为什么不干我的事情啊 他就不要吵了 你先回去啦 这是我跟赖子鸡的事情 不要你鸡婆 他这个人耍酷不够酷 耍帅又不够帅 会那么轻 才不是我才 就不要了 那就好 因为我喜欢豆腐 不如袁 就像谁一一段 是微笑的鸡 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很尝试小艾处 因为你们两个感情一直都是这么好 最没有负担 最急着放心你的 还是当年的我们 但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就见醒见远了 为什么我们一直结婚 这到底是谁 谁写了 谁写了 我干嘛这么提我 我怎么对阿鲁路中的 那个白痴有这个笨蛋 我怎么看 铃铃铃铃 请问当年那个 以火箭海耀冲 态度强硬 非要带我离家 非要独立照顾我的 阿姆利还在吗 我是她的弟弟 你帮我跟她说 我一定会陪着她 一直支持她 反正只好赖着这了一天啊 你的世界永远只会绕着她打转 你能不能不要浪费人生了 做回以前那个勇敢表达自己的爱命 行不行 我决定执行 做 自 紧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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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不帅的 我相信你啊 他哪里不帅啊 重点是 被你脸流空隙热身 打了我 我的天啊 花痴啦 耍成这样子 身为律师界公问的不败神话 会不会很担心哪天 光是傻吃了呢 他说 当然不会 我可以接受别人的墙 但不容许输给我自己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 就是每个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准时只能拿七十分 提前达标策满分的可能 他真的好帅哦 他像我这样周杰伦 切丝吉利 神经纸小秋灵车 不然就当他助理好了嘛 对不对 他就一点点勾引 再加上我精通命运的 加持 说不定一回收 二回收 三回收 送上楼 我不想当他助理哦 我才不想在周董那边 偷偷摸摸摸一直当狗仔 好 他怎么可能会是 其实我之前看照片的时候 就觉得他很像 不说校俗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 豆腐胜本ерь 周董掌 李德台驾夫两年会进公司 她现在的委员律师 是孙敬明 孙敬明 周蓬 你们两个听清楚 这场仗 我一定要赢 你竟然在跟踪我的委托人啊 对啊 我在跟踪李先生怎么样 省点力气 因为这官司我赢定 谁可以保证Steven Curry 在最后一场比赛的 最后一脑投出 关键的三分球 这周杰仁 并不是Steven Curry啊 而且对手是我 你们要赢的几率大概只有百分之零点一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会尽全力 帮我的老板打这场关键 直到最后一次开门 最后一遍 终于说出口 明白原来幸福是没有缘由 曾经都懵懂 慢慢闯碰相伴的日子里 先感情愿被坑透 过往的尽重 像每条分不清的分条路 空想走或想游 你的出现让担忧的心 不再琢磨不透 也是答案 也是答案 解答了默奢 青森如初的感情观 也是答案 让每一个伤心思 都糊涂被揭穿 有好几些年 天天当中繁华的世界 以为不看见 这门里永远 你是答案 是荒漏 是回想要拒绝和吗 你是答案 承诺的只是简单一句 我本不算 未来这些年 你就是我全部是谁 你让我看见 什么叫永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